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于12号周四晚间召开记者会 邀请了三位北加州台湾医师学会的前会长 为大家介绍新冠肺炎的相关资讯与防疫注意事项 湾区要是有人有症状有发烧有上呼吸道的症状的话 你可以就到Stanford 然后开始的保险的病人你可以打电话给开舍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有在做 其他的好像今天也有人传一些资料 一些所谓的我们Community Health Clinic 但是那些都能够set up好 所以现在有症状的人想要做检查 那我们就直接到Stanford 或者是有开始保险的人就到开始 大家最好是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大部分的人大概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 你如果觉得身体不适 所以觉得我可能需要看医生 你想想看你六个月前你是怎么决定的 你六个月前觉得我在家里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就在家里休息就好了 你真的不需要去医院 如果你觉得六个月前我应该会去医院 我会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 那可能你就需要到医院去 那所以我想大概只要大家能够follow这个guide line的话 应该就不会造成太多样的恐慌 病毒是靠着飞沫接触黏膜传染的 它并不是纯粹只是靠空气中 它病毒自己飘来飘去就被你吸进去的 第二个它也不是纯粹只是手摸到接触了你就得了 因为如果手接触摸到就得你洗手也来不及了 因为你就摸到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可能摸到了 但是你请洗手 你不知道但是你请洗手 然后不要回摸你自己的眼睛口鼻 第二点呢每一个人其实自己是第一个知道 你其实有没有不舒服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我要求 你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 你自己就应该要居家隔离 那第三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准备好 万一你发烧 你的家庭医师是谁 你的电话号码有没有准备好 平常你都是飞回去台湾看健保的 这时候呢请你赶快找一个医生 准备好他的电话 你有不舒服的时候请跟他联络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最近抢卫生纸、抢米、抢油 抢这些东西抢得很凶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民众的恐慌造成 但是我要在这里呢 还是要跟大家讲几个东西 请大家请准备 第一个准备一些干粮 干粮至少两个月的量到三个月的量 你要有一些干粮、口粮、饼干 这些干粮可以放着的 还有一些罐头可以开来吃 但是放两三个月都不会坏的 干粮、口粮、然后加一些水、饮水 因为这一次并不是山火 也不是地震 不要把它想成那个样的 好像水也会顶、电也会顶 好像房屋也会垮 我一直一直讲过 我觉得confused了啦 它只不过是个疫情 还有人说要准备很多现金 我说你准备现金干嘛 他说外卖的时候可以付钱 我说如果外卖还可以有 做好饭菜给你 那就表示外面的民生物质 人家也都做得到 只是你不想 然后最后我就告诉他说 然后人家送来的东西 你就真的敢吃吗 你就这样打开你就吃吗 那你什么都不怕呢